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那么中国所占的比重 总的来讲不到10% 主要的债务 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 占到40%以上 多边的国际发展机构的债务 占到25%左右 那我们也就不到10% 所以首先来讲比重非常小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债务 都是用来做建设的 而这些建设是销成 他们增长当中 发展当中的瓶颈的 这些建设它本身是形成的资产 而且这些资产是能带来 发展的效益的 那么所以跟发展中国家 他们过去所发生的债务性质上 相当大的不同 这些债务性质上的 我会说 我会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